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沙巴耕地咬不断出现新病例 国防部长宣布 耕地咬的行管令延长两个星期 另外沙巴三个地点落实加强行管令 河迈河吉隆坡58个地区从明天开始治水68小时 涉及的民众受处做好准备 沙巴耕地咬持续出现新增病例 为了安全起见 国防部高级部长WC Ismail Sabi宣布 耕地咬的行管令将延长两个星期 直到18号为止 同时沙巴有三个地点也从今年开始落实加强行管令 长达两个星期 国防部高级部长达多斯里 Ismail Sabi 指出 实施强化行管令的地区 包括沙巴大学三个宿舍 杜姆斯达巴 杜夫瓦 彭伊兰阿玛拉法伊 以及庚地咬县的 帕加鲁安阿西肝肝膀和 康里都干肝膀 根据数据 沙巴大学的三个宿舍 在检测了133个人后 有19个人确诊新冠肺炎 因此有必要实施强化行管令 以遏制疫情扩散 而跟地咬的两个肝膀 则分别新增15起和8起病例 因此实施强化行管令到18号 至于跟地咬县的行动管制令 也会延长两个星期 我国昨天新增十个感染群 其中涉及职场的感染群最多占了一半 另外新增的感染群当中沙拉月最多 一共有新增三个感染群 新增的十个感染群当中 职场感染一共占了五个 社区感染共有四个 以及涉及一个扣留所感染群 新增的职场感染群 翻部在雪兰娥 吉兰丹 布城以及柔佛 其中柔佛州新增最多 共有两个 至于社区感染群 沙拉月新增两个 沙巴和霹雳则分别新增一个 另外一个扣留中心感染群 则是来自沙拉月的 斯里安曼监狱感染群 首相丹徐梅林连同夫人 外交部长达德西伊肖木林 以及代表团昨天乘坐专机抵达文莱国际机场 受到文莱首相署高级部长兼文莱王储和王储菲的亲自迎接 文莱内政部长批写拿督阿布巴卡 首相署部长继第二财政经济部长拿督刘光明 第二外交部长拿督伊万 教育部副部长拿丁哈加罗麦查 首相署能源部副部长拿督马沙德佐 以及驻文莱马来西亚最高专员署人员 也在场迎接大马代表团的地名 姆黑定是配合第23届马来西亚文莱年度领导人咨询会议 应文莱苏丹伯基亚的邀请官方文莱 外交部昨天的文告指出 会议是两国讨论双边区域和国际共同课题的最高平台 两国领导人将借这个机会评估正在进行中的特别关系与合作 并加强疫情之后的合作 包括开设绿色互会通道让两国人民受惠 在会谈中两国领导人还将会见证灾难管理领域 签署谅解备忘录 以及大马国油公司和文莱国家机构秘书处 签署两国的石油与天然气协议 外交部长达德西亦莫定随团出访文莱 他和文莱第二外交部长意外会晤后 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能够在疫情期间举行大马文莱领导人咨询会议 与该国领导人近距离接触 是他意想不到的事 在最初的广场上我们搜紧架 咖啡家庭 与Dato Irwan 那是我外表的 因为它并不在性价格 和实际上 而是原材 由于这种素材 以小莫丁补充 考虑到文莱今年担任 东盟主席一职 因此两国将会讨论 东盟的区域问题 特别关注缅甸的局势 下一节新闻要告诉你 落实第二阶段的 生命之河计划 除了可以美化 其中颇势荣 也可以避免 闪电水灾在市中心重演 下一节新闻有详细报道 尽管国家面对新冠肺炎疫情 和经济方面的挑战 不过首相署部长 德德西·穆萨法强调 国盟政府时刻都在 寻求更好的发展方案 来实施国家的短期中期 和长期发展 他是在吉兰丹出席一项活动后 向媒体发表桃话 他说虽然目前部分政府声言 还没有一个确实的定案 但是他相信 国盟政府一直努力寻找 各项有效的解决方案 以便解决国家面对的 种种问题 其中包括伊党 巫统 国大党和马华在内 各盟党都在这个体系下 相互辅助 以便确保国家 可以稳定发展 为了帮助我国的目标群体 可以购买可负担房屋 政府有意延长 拥有房屋计划 直到今年年底 房地部已经向 财政部提出了申请 目前正在等待审核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 达德斯·莱达指出 用屋计划HOC 从去年推行至今 已经售出超过3万所房屋 因此当局有意 延长这项计划 让更多人 可以购买可负担房屋 目前财政部 已经接获当局的申请 等待审核批准 截至2月28日 HOC计划 已经售出 3万4千354所房屋 总额达到 256亿令吉 折扣多达43亿令吉 符合条件的民众 在这项计划下 购买30万到250万之间的房屋 将获得10%的折扣 以及免印花税 为了整顿吉隆坡的市容 以及避免闪电水灾 在市中心重演 联邦直辖区部长 丹薛·安诺穆萨认为 第二阶段生命之和计划 将会是两全其美的做法 他强调 如果闪电水灾不及时获得解决 那么将会继续给民众 但来昏达 中文字幕志愿者 生命之河是针对围绕在战美清真寺的尔迈河以及巴山河进行美化的河流清洁计划一共耗资44亿令吉不过去年9月的一场闪电水灾就把清澈的蓝色河流变得浑浊影响市容同时安东沫萨也和我国动画片超级英雄特工阿里携手合作 向国人宣导保护河流以及爱护公共设施的重要性 雪龙部分地区从明天开始将制水68小时 雪州水务管理公司今年凌晨发文告提醒民众配合水坝的提升工程 从明天6号早上9点开始 额迈和吉隆坡共有58个地区的水源供应将会受到影响 雪州水务管理公司指出配合巴生吉冷节水坝的升水管阀门更换工程 从明天早上9点开始 额迈12个地区和吉隆坡46个地区将断水68个小时 据了解这项提升工程将从6号早上9点进行到晚上9点 为了让路进行这项工程 咖啡山绿水站以及旺沙马珠绿水站也将会暂停运作 估计受影响的地区的水工将会在星期五清晨5点全面恢复 4月3号埃及举行瓦老王黄金游行 将22具著名的国王女王和王后的穆乃伊 迁移到埃及文明博物馆进行永久展览 新闻的最后一起看看这场盛大的搬迁仪式 我是张冲林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新闻的最后一起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